我在这里先向张淑娟小姐道歉 深深一鞠躬 但是并不表示张孝岩夫妻 当时隐瞒绯闻案女主角这个案子 不需要继续侦查 关于张孝岩先生在 1999年所发生的 京华饭店的绯闻案 我们讨论的重点在张孝岩先生 当时说谎 事后他又欺骗了蒋家的姓名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讨论到绯闻案的女主角 王小禅女士受伤甚深 她因此被判决离婚 另外一位李小姐 在她的政治跟工作生涯上 也受到很大伤害 但是张孝岩跟她的夫人 黄美伦女士 从来没有表示道歉过 之后我们收到了非常多 不同的资讯的比对 其中有一位 京华饭店的病房部的人士 多次告诉我跟另外一位 蔡玉珍小姐 以及资深的西文界人士 一位有中国小姐 明贤的人士 当时委托她带定房间 为了查证 我们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很抱歉 中间张淑娟小姐 我用各种不同的方式 来寻找她 但是没有找到 今天张淑娟小姐的愤怒 我非常了解 因为我个人也曾经是受害者 今天张淑娟小姐 要来这里提告 我希望跟她说明 我们当时只是比对 这些提供讯息的人士 如果因而造成她的伤害 她个人觉得明洁清白 受到了有不明之冤 我愿意今天公开 向台湾的所有的国民 跟全世界的人士 表示我在新闻工作上的道歉 但是并不表示 张孝岩夫妻 当时隐瞒绯闻案女主角 这个案子 不需要继续侦查 张淑娟小姐 她说她是眷村出身 我是外省第二代 在眷村之外长大 对这个台湾的爱 跟对于真相的追求 我们都有敬业认真与专注 张淑娟小姐 可能是被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 某一位小姐所策动 发出了她没有事先跟我联系 就要提告的声明 我在这里 先上张淑娟小姐道歉 深深一鞠躬